尽管在大陆动态清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航空业仍未复苏 但这不影响占据中国大陆航空业半壁江山的国航 南航跟东航三巨头买飞机 7月1日他们宣布 市资372.5亿美元和台币超过1.1兆 跟空中巴士购买292架A320neo系列客机 重点是这比陆美口中诱人的史上最大订单 没有美国人的份 而路透社报道 美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则表示 地缘政治分歧仍旧限制了美国飞机出口 这令人失望 除了国际政治因素 大陆专家分析 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批准 波音先前出状况的737 MAX附飞 而另一个原因 则是空中巴士早已在天津设厂多年 去年这间工厂甚至仅可以交付宽体客机A350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订单显示三大航空业者对2024年以后的航空市场乐观看待 只是大陆买飞机从来不只是商业行为 一笔空八全拿波音挂邻的交易 也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现况的温度计 TVBS新闻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